大家好 我們來看趙孟芙每日一字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字 這是孫子的孫 然後左邊是這個字 沒問題 右邊是一個小 本來上面是一個密布 這邊省略掉了 所以密布的草述裡面 經常就只有寫這個小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繁體字的寫法 首先呢是這個值 好斷掉 帶筆過來 好這裡 要一撇 這是 細 好一點 然後寫一個小 注意 左右兩邊要對稱 好 一般而言這邊會低一點點 當然如果 這個值再長一點也是可以 但是會覺得太長了一點 可以看到因為 左右邊的筆畫多 所以上面下面稍微突出來還可以 好再來我們來看連貫性 連貫性當然就是一些筆畫 就把它連貫 我們會連貫的寫這樣 這裡斷掉 一般而言這裡斷掉 然後這裡就連貫 連貫呢這裡直接過來 好就不用這麼多斷點 好 就直接繞過來 好 那再來就是 就是有在接近行草 這一撇就不要了 好 因為就不會弄錯了 草酥的一個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直接過來 右邊就寫出來 右邊就寫成類似一個密 這樣子 這是孫 這樣子 另外一種寫法 然後更快一點就是 這裡 這裡要注意 就不要彎過來了 直接折過來 這樣子 這樣子 這也是常常看到 在接近草酥的寫法 經常是這樣 然後最草酥就是 連這一塊都不要了 就是我們這個 招木斧這個寫法了 好 再過來 點 撇 然後呢 如果說寫快一點 就是這樣代筆 就寫 這樣寫一個小 或者一個哨了 像這樣子 撇 但是不要太長 太長就真的變了一個哨子了 好 那我們來用 毛筆示範一下 來 我把紙稍微拉好一點 OK 調筆一下 都乾掉了 來 左邊 稍微拉得比較低一點 加重 繞過來 好 這樣壓 彈起來 左點 帶到右邊 壓 然後撇出去 好 大概這樣子